对于市政府部分局处人员因为涉及议长施压违建放水的案件 市长张通荣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尊重司法调查 也严格要求市政府的人员在处理违建的时候一定要依法处理 市长张通荣在主持完市民接见会议接受媒体访问时 对于涉及议长施压导致市政府部分局处官员 遭到地检署调查约谈交保的案件 市长强调尊重司法调查 我想这部分我想我尊重司法的一个调查 我想通融在调查当中 其实是依我们司法单位他们调查的一个结论 我们来做这个处置 至于面对涉及民贷官说违建的案件可能越来越多的情况 市长也表示已经严格要求处理违建人员一切依法处理 那我们一再的这个强调对于违建部分 我们一定要以市政府我们地方制度法的违建的处理办法 一定要落实去办理 我们议会一直在强调 所以我们这个有所谓的这个新的违建 要20%要拆的我们的一期的方式 希望市政府我们采取组一定要预计 我们整个违建的一个处理办法 落实去办理 谢谢 记者吴俊松采访报导